無事上惡意 小獅今天看起來很累 心理上的累比較累 生理上還好 等一下回去我老婆揪我三次五次還是沒問題 大家好 大家滿上好 小獅大大我剛剛踏入這個行業 上個月沒有達到自己所定的目標台數 覺得很難過我該怎麼做 我從開店開始我從來沒有給店裡面的 每一位 服務人員業務定過目標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我就很不喜歡那種開那媽早會 戲會撒消會有沒有 然後說杜拜離我們不遠了 藍鑽曲經理上個月才剛去歐洲 八日遊回來有沒有 好大家努力好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 沒開那個會幹啊我這 我再分享一次我在35歲之前 我看了很多的書籍 包括什麼銷售心理學 包含這個 喬吉拉德 有沒有這個是現在目前最傳奇的一個汽車銷售員 他講了很多故事的都很震撼 什麼他去看大聯盟比賽 然後就帶著那媽的好幾盒的名片 然後就在大聯盟球場 嗨的時候就拿出來撒 他說名片沒多少錢反正有撿到的 看他都撰到名人撰機都寫的媽的好像那個人生非常的崎嶇坎坷 經過 看到這個櫻花勾問歸 看到鮭魚 力爭上游 有沒有 然後看我以後要奮發向上 都寫成這樣很神奇 你知道嗎 35歲之後完全那些書我連看我都不再翻了 我都不再翻了 我也不再買了 因為我後來發現一件事就是 其實 真誠才是 最好的一個 銷售方式 就這麼簡單 你的真誠不是你真的想賺錢 你是真的覺得說 我的東西 我的產品 我是真的覺得他他媽真的好 我不是我們老闆跟我說好 所以我說他好 不是 是你自己真的理解體會 你真的 發自內心覺得他真的很棒 而不是人家洗腦你說他很棒 然後你說他很棒 這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你要非常了解你自己的 你在你的產品上花了多少努力 你專研的多深 你去比較過 我們好在哪裡 不好在哪裡 真誠的告訴別人 你說別人更便宜 別人怎樣 沒有關係 我的東西就在這邊 那我相信 我對他付出的時間跟努力 要你撐去 不要你去別的地方撐 我覺得就這樣 不用話術說 不會 我跟你說 我會最讚 別人的 那個騙人的 那個我跟你講 你買了以後就落賽 不是用這種方式 我們東西好在哪裡 不好在哪裡 別的東西我不知道 但是我 可以跟你講 我就是這樣 你不相信 你就去別的地方 比較看看 好不好 我覺得是這個樣子 對喔上面有那個podcast的 Sportifl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KKBOX 好不好 都可以找到 我們之前這個直播的 我先講了如果之後這個 我坦白說因為 上傳這個東西 要花費我們 一些人力資源 而且這個東西坦白說 這做給我 這真的沒賺錢 所以之後如果說這個 收聽的 成效不是很理想的話 我們可能就 不會再上傳了 好不好 因為真的蠻多人在敲碗說 叫我們上傳 所以我們把它傳上去 好不好 那希望這個 大家那個 踴躍 有空聽一下 有空聽一下 好不好 昨天我們有一個從 高雄 上來的 一對客人 然後他就上來買 我說我每次看到南部來的客人 我都很不好意思 因為我不能給他 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因為在台北坦白說比較享受到我們全面的服務 然後我就一直辛苦辛苦辛苦 他說不會小事哥沒 我跟你講 其實我們在高雄也看很多 有的進去 八加九的 那就算了 有的去 看不到東西 那也就算了 還出的來 那也就算了 有的去還給你 給你洗臉 這車就是這樣 這車你走得多都是這個價格 你不用再逼了 我這車沒人逼得比較漂亮 所以他覺得說 其實小事哥這今天下來 他覺得他整個買起來 他覺得 感覺比他在 南部看的幾間店都還不錯 這樣 那我們也是很開心 也是很不好意思 人家一趟路從高雄上來看完八點多 高鐵最後一班 好像九點多還幾點 然後坐最後一班回去 預算30萬要準備多少買車 你一般車就準備一到兩成的自備款 就可以了 你買30萬的車你就準備3到6萬 基本上以國產車大部分都 都可以了 買二手車要求 頂起來看也被洗臉 是太過分的要求 這很難說 因為不是每個人我都有頂高機 那基本上坦白說 客人要要求我們要頂高 我們也會盡量有位置 我們是盡量 頂給他看 只是我有時候我會很懷疑說 頂起來以後你又看得懂什麼 說實在話 是這樣子 不過沒關係 就是我們是服務業 所以客人說要頂起來我們就頂給他看 我們就 在旁邊看 他到底 要看些什麼 會啦我們還是會稍微說明一下 這裡有沒有肉有這油底殼 底盤什麼 大包改好中午就要有加分嗎 看你是什麼車 你一台的Lazers的 ES200 去改大包 有點怪怪的 對不對 看什麼車啦 你一台Artist去改大包 其實坦白說也沒那麼好看 除非Artist你要大包就要原廠出來的 大包版本 你自己改的 有時候都怪怪的 CLA250跟328 小事哥怎麼選 我會選328 因為我CLA250我以前開過了 我覺得那個雜音有點多 尤其是天窗的 雜音有夠多 然後CLA250 13年 那一代 不管是Acard CLA Ccard以下的 我都覺得 風切聲 還有內裝的聲音 我都覺得有點大 現在大家都看小事哥影片都會看漏油 太棒了 不要拿來檢查我的車 不要來吹毛球吃我 所以我不太喜歡 我覺得 如果是兩種 CLA250比較帥 你開出去後面如果又有蝴蝶燈這樣有沒有 那個CLA看到 我告訴你 整組都 大米頭都滑去 我告訴你 怕路要穿溜冰鞋 沒辦法 Scode SSHIFT 變速箱要注意什麼 我跟大家分享 你如果有買到一些比如說Suzuki的車 福特的這一種雙離合器變速箱的車子 要記得 你們 去換變速箱油 一定要 用原廠的番號 符合原廠規格 最好是去原廠換 因為他們那種東西有時候他們都 延長保固 CVT真的像官方說8萬檢查不用換變速箱油 那沒關係啊你就都去原廠檢查 如果真的8萬內 沒換掛掉你就找他 有兩派 有人說不用換就是不用換 那我站的那派是我覺得沒有油是不用換的 我的派系是這樣 那我不確定哪一個是正確的 但我自己對於 物理的觀念 概念我就覺得 裡面媽的有齒輪每天在那邊胖啊胖啊 咬啊咬啊 還會燒啊 油都不會變質 都不會垃圾 我怎麼怪怪 雖然他說他是密封的 可是 我怎麼想就怎麼覺得奇怪 他也可以講說 如果我可以每一萬都叫你回來換 我也希望 因為你回來一次我就賺一次 我沒必要跟你講8萬 他對他東西有信心 也許是這樣也有可能 但是有時候因為我們 買賣二手車 那回來以後 原廠可能已經 沒有保固期或是什麼 所以但站到我立場 我會覺得說 我換一下油沒換的錢 我換換的 才讓人客人 我沒更放心 所以其實這個利基點不太一樣 小事的時候我朋友說洗引擎藥水很利會傷 是真的 是真的 我跟你講 洗引擎藥水 通常 我們的藥水都是叫整桶的回來 我們自己還要調過 可是你如果是外面一些美容店 他要節省時間 他一天要洗越多台 他賺越多 所以他就會把藥水調利一點 為什麼 因為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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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等很久直接 全部用強力水柱沖沖沖沖把你的油汙全部都沖掉 你知道嗎以前我們常常去武廟洗那個引擎室啊 以前自己還沒有開店還在做跑單幫砍膠子的時候還沒有開店的時候 有些美容店他真的 在拚速度的 你知道那個常常有一些老車 尤其是那種 賓室的老車 他那個藥水噴上去一沖掉媽連漆都掉了 你就會看到引擎室啊 然後避震器上座一塊一塊白白的 他們那種無償噴噴 很強 然後你如果裡面有一些環保材質 我還說那個細啊 我坦白說老車我都不建議吸引擎室啊 尤其以前還在用那個分店盤的那種老車 你那個很怕水那種東西很怕水 也很怕 藥水去咬 那當然第一個美容店的技術有關係啦 那第二個老車 他就已經老了 你又這樣 洗下去 我覺得對車也不好 所以其實通常老車我們也不太會去洗引擎室 除非我們理解他的構造真的很簡單 除非真的像柯P那種老塞 要不然基本上老車我們不太喜歡洗 引擎室 天書上的價格有參考價值嗎 我跟你講不管什麼權威天書那個都不要去參考 那個是我講很多次 那個是銀行參考貸款的放款基準 那不是市場 千萬不要再誤解 權威車訊有來訪問過我有跟他聊過這個事情 他們希望 他們 出來 的數字就是行情 但是我第一個 想法就是現在 不要說車子價錢跟股票一樣 現在車的價格可能三天五天就不一樣了 你一個月才出版一本的書 你怎麼可能 符合 市場的行情 我覺得做不到 你除非週更 你12月要出的東西 你可能10月11月 出11月中之前你就要交稿出去印了 你怎麼可能抓得到12月的價格 我買了新的Focus的原廠給6年保固 6年後會建議續約在原廠保固還是在外廠做保養 這個我很難給你具體的建議 但是我自己的話我是保固過就會在外廠 好我這樣講好了 我跟大家分享很多次 現在原廠都有做延長保固 那你們記得一件事情好不好 好你們記得看一下這個 原廠保固的內容 跟你先前的差異在哪裡 你確認一下這個保固是有用的東西 不要像一些 二手車保固都寫那種 不會壞的才保固的那種 避震器軟掉 跌盤吃鉤管路漏油原廠報價3萬 有修的必要嗎 來這個問題 月經文 日經文 他說他03年Sentral10避震軟掉 跌盤吃鉤 有管路漏油 修理廠報價3萬 有沒有修的必要 看看你的經濟狀況 你想不想換車了 還是你想再撐個一兩年 可能要評估一下自己的經濟狀況 跟你的使用車的狀況 還有你未來的打算 基本上 這個要有停損點 你如果只打算再開個一年 我就建議你不要修了 為什麼 你花這3萬還要再開一年 你如果真的一年後 我建議你提早換車 為什麼因為你會設不到停損點 你現在3萬花去這一年裡面不知道還要不要再花另外一個3萬 所以很難說因為03年的車也已經幾年了 那你如果要想要33年5年 那你停損點可以設的很後面 你停損點可能要設的很後面 你3萬下去以後你可能還要再修一些東西 你今天修5千8千1萬 我有啊 你今天要80萬90萬100萬我沒有啊 很現實的問題啊 很多人會問我這個問題 你真的經濟不允許你有一筆這麼大開銷 去貸款買新車或是怎麼樣 那我就覺得 不要太衝你就修一修 甚至有些東西撐一撐 306跑賽道那麼屌軸超壞老車 油量顧好最安全 對啊老車就是油水嘛 不要濕油不要濕水 就這麼簡單 有時候你就算不濕油不濕水還是掛為什麼 油到堵住水到堵住了 這跟人一樣啊老了有沒有 媽的血管堵住的啊 穿開氣管穿不過的啊 車都是這樣子啦 跟人一樣 年紀大了你就不要太要求他 不要太吵他了 那阿公 阿公你叫他去 木曜室操完 參加明星運動會那些有沒有 你叫他去找看看 萬不利走走的使用你看 你說 我阿公身體很好 好啊 阿公你去找看看去逼看看 真的啦 你叫他慢慢走路OK去7000買個香煙他OK啊他走得到啊 騎一下去買也沒關係 你叫他去比賽用走的 要走死喔 小師哥我的2011年Honda Fit沒開大概一個禮拜再開的時候卡錢會咬住 要小補下有沒有才會彈開這樣有需要換卡錢嗎還不用 彈開以後就繼續開就好了 那如果壞掉他就不會彈開了 那你就要換卡錢了 就要換分棒 好不好 我現在的車是12年還是12年的 12年的 當然換車 有預算就換新一點的啊 不要說這個 我看你的照片 有跟女生一起拍照我覺得還是不要講這個好 你知道我要說什麼 有機會換了對不對 換差不多的 當然要換新的啊 下半年度的二手車市場火熱嗎會因為缺晶片影響嗎 這個我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 我不喜歡講這個事情 因為講這個事情好像在 說我要變相漲價 在11月的時候我就發現這件事情 但是我不太去講這個 我只會講說晶片真的是讓整個市場熱絡 什麼價錢 什麼 不會掉 可是我跟你講 真的漲價了 像今天禮拜三剛好行將有 拍賣會 我都在看 我跟大家分享我都會看那個行情 真的都漲價 現在車票量錢沒有加上去是買不到的 里程數低你沒有錢往上加你都買不到的 你光看我一些我最近有一些什麼 11年的 CRV跑6萬多的啦 你看那種超過將近10年的車都跑很少那種 我在賣的啦 那真的都加價買回來的 你價錢不加客人就走了 客人來估你價錢不加上去 他就是開走 開走就不會回來 這市場就是這樣所以我說這個是市場機制你知道嗎 他今天開來小事這邊 然後小事跟他出一個價錢 他說那我再問問看他出去 他說那小事哥如果價錢差不多我就開回來 我跟你講都不會回來為什麼 外面只要一聽到 別人雇多少錢 小事雇多少錢 他往上加 加個5000加個3000加個10000 車就留在那邊 大家來買車的時候 你小事我都看你影片我你的粉絲 你才稍微高的 對不對 來買一下小事我你的粉絲 你才算稍微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估太便宜 不僅買不到還會被幹掉 我覺得 我不知道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是這樣 今天你來估一台車然後我給一個價 我真的講 前兩天有一個人貼一個那個行照給我 問說小事哥我這台車17年 還16年跑11萬 請問還剩多少錢 那我原因因為 有點老花 看那個行照縮圖 那我第一個直覺我坦白話講我看錯了 我以為是PC 我就你好這大概30幾萬這樣 你知道回我什麼 你真敢出 行情60萬的車你出30幾 我看我看那個三小 我看不好意思我道歉喔 我說不好意思我看錯了 我以為是PC PC就是30幾萬 但是我會很賭籃啊 我看不到 你用槍的我真敢出 看一下我就真的看錯了嘛 你也不必要說你真敢出 小事不符合我的 心意你就跑得好啊 我又沒有拿槍比你賣我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這樣嘛 即使你今天你來店裡了 我給你數字就是我想買的數字 那你覺得太低 你到外面賣更高我也很恭喜你啊 因為我沒買到就不賺錢了嘛 可是有時候我坦白講 我會用出低價去掩飾說我不想買你的車啊 你懂我意思嗎 然後他就問我說 那是PUS那你收多少 我就說跑11萬我沒收啊 我沒有一定要買啊 我為什麼一定要買 我也沒有逼你 我是覺得是這樣啊 你來勾車 你覺得 勾完了你出去然後你賣更高 然後 你說小事你給我勾好滴 沒有啊 買賣不就這樣啊我想這樣跟你買 你沒賣我你就去賣別人 對不對如果今天我是用騙你 胡你 拿槍逼你說 你一定要賣我30萬 來來來 海有閒閒的 沒賣走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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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討論一下 你這個車來這麼僵 兩個人堵手在門口 哈 不會啦 來來啦 來來來來 來來來 簽請 快點 好了今天的車就老了 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 不啦放心 小事哥不會跟你騙了 簽請 啊蓋手運這邊 這南北 就算你一台 林保堅儀來 我跟你出30萬不行嗎 我也想要30萬買領寶間你不行嗎 對啊但是你不會賣我啊不是這樣嘛 買賣真的就是緣分啊 大家沒有緣分對不對在這個 不對的時間 遇到對的人也是沒有用的嘛 在對的時間遇到不對的人也沒效啊 對不對這一定就是天時地利人和 上週陳先生演的比較好笑 沒有每天有的啦我告訴你 加入會員頻道才有的啦 覺得上週陳先生又會跑出來不會不會不會上次那個太用力了 新車保固書寫1萬公里或一年回廠保養 但原廠卻說5000公里或半年回廠保養小四哥怎麼看 照合約 照紙本啊不要嘴巴說 昨天嘛前兩天有一個就跟我說小四哥 我有一個朋友去買了一台 才開6個月 引擎就炸掉請問小四哥是不是就只能 摸摸鼻子自己處理 我很簡單啊合約拿出來合約怎麼寫 合約寫保固 60天 有什麼好講啊就過啦 其實就是這樣啊 沒有什麼好那個的 什麼都那麼親兄弟都要看合約啦 之前賣小四哥最後沒有收但沒關係謝謝小四哥 畢竟車就算收很便宜造成庫存負擔也不好 沒有啦就是大家真的看緣份啊就沒有緣份有時候 我坦白話講很多東西我沒有辦法一一的去跟你說明我為什麼不收這個車 真的啦我我真的很常跟人家回不收因為我覺得不收問題最少 有時候跟他講多少錢 哇那阿修 那只剩這樣而已 我這個價錢只是給你參考啊你多比較 好不好 不用反應那麼大 你懂我意思嗎 有些人說小四哥啊我這幾年的什麼車剩多少錢 我說啊給你參考 我看我每個人回覆的語句都一樣我念給你們聽 您好 您的愛車 評估 價格約在30萬 以車況為準好給您參考好感恩 合意再約 這句話no problem了吧我大概這樣子跟你參考啊以車況為準合意再約 不用叫 我不是準則 好不好我只給你參考我覺得差不多這樣 小四哥 別人都跟我說這3540才30 我只要 參考 就字面上的意思 參考 傳動軸肉黃油可以不馬上換嗎 會不會有安全上的問題 要換啦 真的啦 會斷掉 敷水香lag 再來就 ME Kekekekehu 頓時候都斷掉 那要換啦 傳動軸要換啦 賦水箱水位下降正常 看多快 看多快要觀察 要看下降的速度 正常來講天氣熱蒸發都有可能 但是不會太快 而且我記得 你如果庫蓋應該是封閉式的水箱 所以水位的下降不應該太快 好觀察一下 菲亞特500的時候怎麼沒考慮訂敞篷 我跟你講我絕對不會訂敞篷 因為他那邊有軟篷 時間久了我跟講會出什麼事都不知道 軟篷又吵 你會開菲亞特你不是要帥 你今天不是開Buster Z4軟篷算了 你一台菲亞特小車弄個軟篷 我跟你說 不會看靠你 好不好那是我的感覺 要不然等一下又被人家說 媽的有一些在賣軟篷的說媽小事在收他車不好 我不認倒楣 你像以前有沒有 其實最早的舊March 老妖精March有出敞篷的 全敞篷的跟以前的雷諾Twinkle一樣 上面都軟篷整個全景拉開的 跟現在菲亞特500很像 那個 老了我跟你講 那真的問題就是 菲亞特500要改白色中共方向盤嗎想改 非常想改我好喜歡那個白色方向盤 前兩天已經有朋友貼 亞馬遜的 跟日本樂天的 白色方向盤網站給我 一支大概都三萬塊日幣左右 加運費運環應該一萬多塊 Q50S油店我不太會進 那很便宜 你知道油店二手的比 油的還便宜 沒什麼車廂敢買 我大概有 被人家問過兩三次行情 那個價錢都比 汽油的還差 而且沒什麼同行想買 不要去買別間的店 相信 有大顆電池這種東西 除了Toyota 盡量不要 好不好盡量不要 他有空幹 我是苦幹實幹 菲亞特的衣服都穿不下 還在羅智想 謝謝大家 今日的陪伴 大家晚安